第七集 35独自从一辆废弃的汽车上弄到了一些汽油 三人开着露营车再次上路 无聊的旅途中 约里克向曼恩展示了自己的逃生技巧 但开车的35却晕倒在方向盘上 失控的汽车撞向路边的树干 数小时后 曼恩才缓缓醒来 但特工35却失去了踪影 远处 三辆车正在慢慢靠近 他们将几人带回了营地 第二天早上 约里克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 旁边是一个熟睡的女人 她偷偷来到楼上 却在厨房发现了一群人 这些人并没有因为她是个男人感到意外 还给她提供了可口的食物 她在被发现时手上还绑了绳子 大家还以为她被绑架了 约里克连忙解释了误会 她只是在给朋友表演逃生魔术 当约里克询问朋友的情况时 这些人似乎有所隐瞒 很快 镜头切换到了3555 她在树林中醒来 回到撞毁露营车的地方 这里停的却是一辆面包车 几人七扭八卫的倒在车里 其中一名死者还戴着她的项链 这岂是是3555的幻觉 正是这场车祸 导致了她失去了家人 很快 她便被一阵敲打成惊醒 原来她和曼恩博士都被锁在了牢房内 就在两人寻找出路时 另一群人来到了营地 约里克也被送进了牢房 营地这些人将投票决定他们的命运 牢房内的墙壁上有很多纸截印 3555推断 这很可能是一座女子监狱 几人猜测 外面的人很快就会干掉他们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们在商议后 决定几人可以留下来 直到3555康复 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随时离开 卧床不起的3555警告约里克 不要相信任何人 特别是那个对他没来隐去的索尼亚 晚上 约里克参加了聚餐 在和索尼亚闲聊时 约里克得知 在那场决定命运的投票中 他们只是将将获胜 果然 这里还有很多人并不希望他们活下来 据我猜测 也许营地的人都是监狱里的犯人 他们的灾难来临后才获得了自由 当晚九点 营地的灯熄灭了 聚会结束 这是每天的宵禁时间 五角大楼的作战室内 詹尼佛尼加纳听取了队长的简报 35正在波士顿寻找曼恩博士 更劲爆的是 他生生看到一个白人男子 并且一只猴子趴在他身上 詹尼佛尼试图掩盖真相 他指出队长可能被注射了镇静剂 所以才看到了一些幻象 并且其他几个队员并未证实他的说法 随后 詹尼佛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去 并悄悄命助理将这些特工调离现在的岗位 虽然总统极力掩盖着儿子的秘密 但这些消息还是不静而走 尼加纳将特工带回来的消息告诉了金伯利 当他提到一个男人肩上扛着一只猴子时 马拉手中的杯子摔在了地上 这证明他之前看到约里克和猴子并不是幻觉 金伯利也意识到 约里克并没有像其他男人一样死掉 但他们还不能讲此事公开 因为詹尼佛现在还有众多的支持者 想要将他打败 就要找到约里克存在的确实证据 只有这样才能迫使詹尼佛下台 得知世界上还有男人的存在 金伯利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此时 大量的抗议者还居在五角大楼外 詹尼佛试图说服他们前往城外的定居点 围栏外 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正是消失许久的贝斯 很快 他就被带进了五角大楼 当詹尼佛询问他在灾后的情况时 贝斯的回答有些含糊不清 詹尼佛被叫到了作战士 贝斯也一起跟了过去 他从助理克里斯汀那里听说 这里的防卫力量大不如前 剩下的特勤人员中 还有很多是新人 这时 总统夫人马拉闯了进来 他意识到 之前看到的约里克并不是幻觉 他认为活下来的应该是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亲人 虽然有些失控 但好在他并没有当众提到约里克的名字 显然此时的马拉对于自己的生活 有些心灰意冷 没多久 贝斯就提出要离开五角大楼 虽然很感谢詹尼佛的好意 但自己不能作为一个例外留在这里 金莫里在英雄殿堂取下了儿子的照片 随后去找母亲 却发现房间内空空荡荡 当看到床上母亲留下的纸条后 他意识到了危险 另一边 马拉已经从五角大楼的屋顶上跳了下去 金莫里疯狂地跑过走廊 贪坐在地 歇斯底里的叫声回荡在走廊内 也许是他的野心 葬送了最后一个亲人 摇摇欲坠的世界中 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贝斯也没有例外 他走出五角大楼 坐上了一辆小货车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 顺利地侦查了五角大楼内的情况 他们真正的目的 很可能是发起对五角大楼的攻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多多点击右下方的订阅 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多多点击右下方的订阅